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蒜蓉 5克 香油 20克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 将扇鱼倒入鸡汤 然后上笼蒸制十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出 将扇鱼装入盘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汤倒入炒锅内 加入酱油 味精 精盐 白糖 还有胡椒粉 绍酒和醋 烧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烧好的汤汁浇在鳝鱼肉上 再撒上蒜蓉 炒锅上火 放入香油 烧至八成热 浇在蒜蓉上即可 那么这道呛糊尾就已经做好了 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扇鱼要用汤蒸透 要摆放整齐 这道菜的特点是 蒜香味浓 鱼肉鲜嫩 形似糊尾而得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